高等法卷員還停今早10點,再度處理亞洲電視清盤案件。 早前獲高等法卷委任的臨時清盤人德勤會計師事務所的代表, 前日曾經在庭上表示由於亞洲電視銀行戶口結餘只剩下20萬,但負債就有20億元。 除非有人注資2500萬,否則無法營運到4月1日牌照介滿,因此要遣散員工和停播, 但就遭到新任投資者施榮斌反對。 時隔兩日後,雙方今日在庭上表示無法就注資問題達成協議。 臨時清盤人一方在庭上說,城堡亞洲電視員工勞工保險的公司表示 若今日仍不交保費便會取消保單,清盤人擔心不知何時會被截電,不想在此情況下繼續營運。 法官夏利士在庭上表示,現時的情況不容許法庭干預臨時清盤人停止營運亞洲電視的行動, 因為臨時清盤人所做的是要停止亞洲電視進一步負債。 他又說,公司現時的資產只剩下低牌照和節目版權,而現時唯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 亞洲電視還值不值得營運到4月1日牌照介滿? 建議雙方再商討,不過就不禁止臨時清盤人採取進一步行動。 而施榮濱的另一名代表,毛二德就說,會盡快交代下一步會做的事。 現在在辦公室和員工溝通和讓他們知道法律的要求是怎樣。 在幾點鐘會叫員工回來?會不會開員工的會議? 現在立刻做的了,所以現在趕著回去。 師生會不會都出席? 師生會和律師,我們的律師在安排,這兩天盡快有個約會出來,希望解決這件事。 對方說,對員工來講,他們要簽的,是包括什麼來領,還是什麼? 是人手的問題,最基本的人手可以令亞洲電視繼續廣播。 是否要確保有多少人會留守? 都是這樣一個可能。 就是那個約定文是否就是,員工要同意做立場, 就當位置到少年1號之後,你們會繼續有良出, 在3月後,是否最重要是法律上面的問題, 是的,因為是一個transaction period,是一個折迫限, 所以是希望員工會明白,有員工的利益在哪裏, 最主要是這個分別。 即是不用說承諾做了幾次,沒有這個限制? 其實都沒有的,我們繼續說, 因為大家要知道,亞洲電視不是4月1號是沒有了, 只是香港的拉陣是到期而已, 但是亞洲電視繼續有法國台廣播, 在澳洲、美洲、中國繼續廣播, 但是那些拉陣是繼續生效的, 只是香港的情況而已, 所以我們是繼續對全世界的觀眾負責的, 這是一個很特殊的情況。 獨立新聞傳訊記者盧紫元報導, 在澳洲電視播放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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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澳洲電視播放後,